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音樂家巴哈科學家牛頓 我是想問他們為什麼要信靠神呢 你沒發燒吧這孩子 乳精 乳精的一些牛頓 這些人不是都是古人已經做乳了嗎 我沒發燒 所以我才著急去我的朋友小叮噹家 去借時光機 我真的沒時間跟你講話了 我要走了 再見 這傳說中小叮噹的時光機 真的很期待這個訪問 大家期待嗎 我們一起用掌聲來期待這個訪問吧 我們來看這個訪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来到了1950年的西碑家棚 记者所在地是兰巴雷内医院 今天非常有幸的能够访问到这位医院的创办人史怀哲先生 史怀哲博士 史博士 你好 史博士你好 你好 欢迎来到我的医院 谢谢 史博士 为什么能够帮助你的忙 是这样子的 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您 我们都知道您不但拥有神学 音乐 哲学与医学四个博士学位 还会在后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请问史先生 您是怎样做才能拥有这么多的荣誉的呢 你说后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是这样子的 我忘了介绍 我是从2011年的英国做时光机 来到这里访问您的 解释起来有些麻烦啦 只是请问您可不可以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呢 你刚才的问题 我觉得每一个人来到世上都富有神给他的使命 我们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使命 在完成的过程当中 神也会一路上装备赐给我们能力 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就这样子 可是我不明白史先生 像您这样的成功人士 为什么要来到非洲呢 来到非洲 为什么不去那传说中 遍地黄金与鑽石的南非 偏偏来到这穷山恶水的西非呢 我来到非洲 其实是带着理念来的 我相信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不管是在什么地方 他们都必须同样得到尊重 每一个人都是平等 我所做的一切就是带着这个理念 我要透过我所做的来荣耀我的上帝 如果你觉得我所做的 真的值得这么夸奖的话 那就把荣耀归给上帝 史先生您真谦虚 那请问您刚刚所说的理念又是什么呢 这个理念就是神爱死 神爱我们每一个人 神就是爱 他要每一个人都能够来认识 也就是因为上帝所赐给我们 我愿意来到这个地方 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 有时候孤单 有时候寂寞 有时候面对陌生的环境 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还是要坚持下去 我要在这里办这种医院 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医院 能够治愈这里的需要的人 不单单是身体上的需要 他们心理上的需要 我也希望他们也能够得到帮助 这样听你说来 您在非洲的生活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那么请问在这里的艰苦岁月生活中 您有没有感到过最愉快最欣慰的时刻呢 最欣慰的是你听听这个音乐 当我一个人能够在我的音乐里面 就叫他坐下来弹琴 特别是弹奏巴哈的作品的时候 我就享受到余生同战的时间 这个巴哈的作品 都让我来亲近赏 你知不知道在非洲这里的人 他们可能都没听过巴哈这个人 也不知道他的音乐 但是当我弹着我巴哈作品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也能够感受到上帝的存在 巴哈 你是说被人称为音乐之父的巴哈先生吗 对 就是这个被人称为音乐之父的 你知不知道有人说 莫扎特的音乐是写给天使 如果这样的话 那巴哈的音乐就是写给上帝 你知道巴哈的音乐 为什么这么感染 因为巴哈相信上帝 他把音乐习给上帝 如果你仔细地 安静地 临近巴哈的音乐 我相信你能够感受到上帝 美丽的存在 真是非常感谢 我下一个继续访问这位巴哈先生 谢谢史先生接受我的访问 再见 谢谢 祝福你能够找到 所有要找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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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çaise 芸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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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這樣不對, 這樣太簡單了 誒, 或許可以這個樣子, 這裡插一段雪 沒錯, 就是這樣 好, 真是一段優美的樂曲 可以讓人忘記世間的一切煩惱 巴哈先生 巴哈先生 親愛的巴哈先生 你好巴哈先生, 不好意思大家 你是哪位, 你從哪裡出現 我是想問您剛才是哪一首曲子呢 哦, 這首曲子, 我正在為一首教會寫一首清唱劇 它名字就叫做 《耶穌世人仰望的喜樂》 那這首曲子講的是什麼東西呢 哦, 這首清唱劇的大意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要緊緊跟隨耶穌 因祂能更新我的心意 當我有愁煩病痛時 我知祂愛我, 與我同在 即使我心欲碎 耶穌仍是我的喜樂與安慰 祂承擔一切苦痛 祂是我生命的力量 因為我靈所愛所喜 因此我要永遠更隨它 巴哈先生 在您眾多的作品當中 宗教音樂比所謂的世主音樂多了很多 因此有人批評您 說您的音樂只是為教會小禮 請問您是怎樣看的呢 在我看來 我不會區分什麼叫做宗教音樂 什麼叫做世俗音樂 對我而言 只有所謂好的音樂 和不好的音樂 如果我今天創作出的這些曲子 能夠給人一些感動 能夠給人一些安慰的話 我願意將這個榮耀 都獻給我們摯愛的上帝 您知道嗎 在幾百年之後 世人都尊稱您是西方音樂之父 請問您有這麼大的成就 神在您的創作當中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這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想到我生命當中 有很多的難處和苦痛 當然也有很順利 人家看來很燦爛的時候 每當我回想這一切 我都可以似乎感覺到 神與我同在 他的手在拖住 他的眼在看過 不過這個只是我個人的一點小小的看法 我是一個音樂家 是個藝術家 你這個問題 或許你可以去問那些科學家 他們可能可以給你一些 不一樣的一些看法 您說得很對 我下一個地方 就去一個科學家 眾多學者雲集的地方 去採訪這些學者們 謝謝您的 謝謝您今天的時間 再見 巴哈先生 希望你可以找到你的答案 謝謝 別忘記下次找我 我們要先預約時間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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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了 想到了 強 準確 我 想到了 我現在終於知道 為什麼從小就那麼地受歡迎 因為我不只帥 媽呀 我真聰明啊 是 誰 這一 這一 年 公關 晚安 哈利博士 欸 牛頓博士 晚安 你好 你來得正好 我 真想問你一些東西 好 有一樣東西我想給你看一看 好 來 好 好 牛頓博士 我其實就想問一下你 你都知道 我 在這幾年裡面 研究科學 研究宇宙 但是 我從來沒有看見 發現 這個宇宙中 是有神的 那我真的是不明白 那就現在 趁著只有我們兩個人 那就趁著 你跟我 都是 皇家院士的分商 來告訴向我 你為什麼 要相信有神呢 哈利博士 但是 您在天文書裡發明的高解 我一向樂於接受 因為你的研究相當的精盛 讓我無話可說 哈哈哈哈 你真過獎啊 你真過獎啊 哈哈哈哈 不過 不過 說到宗教 請你不要隨便發言 我說到你對信仰 毫無研究 唉唷 有多獎 你都知道我們做科學的 研究的 就其實 講太多了 呼吸也掉了 其實這樣 像我們做科研的 有時候呼吸掉了 沒問題 但是呢 我就是要跟你說 你看 做科研的 做科研的 就是要 研究到什麼 看到什麼 你就要說是的 那問題是 在這個情況下 你還沒有真正的 發覺到 上帝的存在 那你就是相信他了 那怎麼行啊 哈利博士 這 想必你近多年的研究 你也觀察到 我們生活的太陽系 是多麼的精巧 哦 如果是全能的神 以高度的智慧 怎麼能創造出來呢 那也是 那倒也是 啊對 這本聖經 你去看一下吧 你便會明白我所說的 這個是聖經 那其實 聽了你說一番話 之後我覺得 你說的挺有道理的 那好吧 那我就 花多一點時間 去考驗考驗 看看這本聖經吧 好 那好 謝謝牛頓博士 保重 你也是 請問您是 哦 是這樣子的 請問您是牛頓博士嗎 我就是 您好 牛頓先生 我有幾個問題 想請教您這位大科學家 當然我回答令您滿意 嗯 我想問您 當初您坐在樹下層絲的時候 被那顆蘋果打到 你是什麼感覺呢 哪 哪顆蘋果 我剛才只是玩笑話 其實我真正想要問您的問題是 現在科學意義昌盛 為什麼人類還要相信上帝呢 那我將代表大多數科學家回答您 科學和信仰並沒有衝突 怎麼會沒有衝突呢 科學講究的是看得見的證據 眼見為實 可是基督信仰卻讓人們接受一位根本看不見的神啊 打個比方說 就像盲人對顏色毫無概念一樣 我們對神的作為神的存在也一無所知 我還是不明白 像您發現古典藝學運動的三大定律 您還相信上帝是萬物運動的第一推動力嗎 如果說上帝創造了宇宙萬物也包括這些定律和定理嗎 那我也問你 沒有物質的地方有什麼存在嗎 引力是從何而來的呢 嗯 你說 那您認為宇宙萬物 宇宙又是從何從而來的呢 宇宙萬物 那各星期之間的運動 都是 井然有序的 嗯 怎麼說呢 所以您相信是有一位全能的神創造了宇宙 就這個意思 好吧 我還有一個問題想要問您 牛頓博士 您也花費了大量的時間 去研究聖經當中的啟示錄 與誕引禮書 呃 您覺得您這樣的付出有價值嗎 聖經是神所墨師的書 其中不必有 無窮的奧妙和真理 我們要用一生去探究 牛頓博士 我覺得您挺適合去當牧師的 您有沒有想過要當牧師呢 我只有這個打算 後來想研究自然科學 以應證上帝的存在 來適奉神 說不早 請您對你的讀者說 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在生活中適奉上帝 不論是平民還是皇室 除於困境還是平安 好 謝謝您 牛頓先生 那我今天就不再打搅您了 再見 好啊 晚安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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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好啊 我在這兒 登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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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王殿下正在祷告 让我们来听听她在祷告些什么吧 天父 你是最尊貴的君王 全能的造物主 天上地下都向你取悉 请听你最卑微的使女的祷告 天父 你从伦敦塔的监狱里面 把我救出来 让我在王位上治理我的子民 你使我成为你的器皿 广传神儿子耶稣荣耀的福音 你大大赐福英格兰 我应当称颂你 但是有时候我却忘记了你 主啊 这是一个乖张邪恶的时代 众多网络事态 危机四伏 一不小心就跌入罪恶的深渊灵 我的喜乐与安慰又在哪里呢 天父你来 正是为了要拯救失丧的灵魂 我必须仰望你 因为你是我唯一的弼纳神 天父啊 求你使我的灵重新苏醒 求你看顾我的脚踪 使我所心所言所思 皆遵行你的旨意 神啊 帮助我 让我过圣洁的生活 勤振爱你 但愿我如此心 能够荣耀你 并且在你的眼中看我的美好 祷告奉圣子和圣子圣灵 宣灵一体的神圈 阿们 哇 真有想到 女王的祷告是这个样子的 来人啊 这不是女王坐的椅子 这太矮了 给我加椅墊 加一个 加两个 算了 两个太高了 加一个好了 快 这不加就砍铺 这还差不多 女王殿下 女王殿下 您好 我是从英国剑桥 来到这里 去来访问您的 刚才 那你也是我的子民咯 刚才听到了您的祷告 我真的感到非常的欣慰 与感动 你想我们虽然是做女王的 但是呢 神才是真正的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所以我们这些在上位者 当然还是要先求 神的国和义咯 女王殿下 您刚刚击败了 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使英国跡身于海强国家之列 这与您登基之初的情势 诡异多变 到现在的国势强盛 这中间的过程当中 您有没有什么 治理国家的心得与秘诀呢 那 好 好 这个问题问我就对了 我告诉你 要怎么样成功的治理 国家呢 有三个秘诀 第一 一 也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要信靠神 第二 如果你够幸运 像我一样 手边有非常多 很好又充满智慧 诚实 能够给我忠顾的忠诚们 第三 当然就是要像我这样子 有一股出于发自内心 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热爱 女王殿下 女王殿下 我真的希望当今的执政人能像您这个样子 爱自己的国家与子民 更信靠神 仰赖神 可惜 你说什么 难道 您现在的英国是这么的不堪吗 太让我痛心了 不如这样吧 你回去之后就好好努力的写社论 要提醒那些政治家们 要让他们在心中有对土地跟人民的热爱 好的 女王殿下 在我走之前 还有一个最后的问题想要问您 请问 你有没有什么话 想要对2011年在英国生活的每一个人想要说的呢 太好了 我就在等这么一个有深度的问题 我们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句经文就是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坊屋 那么建造的人就往来劳力 这是诗篇127天出来的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上 必须要好好思考 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 以及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 我的建议是 身为英格兰的女王 我们要用一个永恒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 真的非常感谢你女王殿下 谢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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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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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极珍贵的资料 您是说想要把这个飘雷瓶扔到海底里吗 这些都是极珍贵的资料 但是有一天 就算我们没有办法生还 这一次没有办法脱险 但是有一天 这些资料一定不会被冲到西班牙去 您是说西班牙吗 现在我们在大西洋 怎么可能会冲到西班牙呢 这里离西班牙虽然那么远 但是就算是一个月 就算是一年 就算是一个世纪 这些资料也一定会被冲回西班牙去 这是我的信念 我相信上帝不会辜负我的信念 兄弟们 撑住 坚持住 神与我们同在 您是说上帝会拯救我们脱离这次海难吗 您说的对 但也不对 我说的什么地方对呢 海上的生活总是危机四伏 但是小姑娘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敬畏上帝 他是来创造沧海 汉地 是天上的神 你记得曾经在加利利海上发生的事情吗 当时船上的人对耶稣说 夫子我们上命你不顾吗 结果耶稣 赤着风 对海说 住了吧 近了吧 结果风就止住 让就大大的平静了 我相信此刻主 也与我们同在 保守我们路过这个难关 那您说 我说的不对的地方又是什么呢 耶稣也说过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我去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在我父母家里有许多地方 如果没有 我早就告诉你们了 我这次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所以我们知道 那是我们永恒的故乡 那是圣洁美丽与主同在 好的无比的地方 所以就算这次我们遭遇灾难 我们心里也有平安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会回到故乡 我好像明白您说的意思了 啊 风浪不是平静了吗 多美的夕阳 就好像故乡的一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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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姑娘 兄弟们 人生就好像一次远航 其中 难免会有狂风巨浪 当病痛灾害来临的时候 我们常常想帮社保 凭着自己的保陛去迎战风浪 但是我们发现往往都是土浪 兄弟们信靠主吧 他是天地的主 他是生命的主 当我们在微乱的时候 向他呼求 他就会拯救我们 所以 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主 来奔赴这远航 人生有主 与我们一同远航 人生就有定向 那在这次远航当中 让我们更多的来敬礼主的恩典和赐 兄弟们 让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远航之歌 我们的贵歌 我们远航 仰伴远航 切切彷徨 我们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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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切彷徨 我们远航 我们远航 想我 她也 ум扬 我去封牌 只为靠近你故乡 凝微靠近你故乡 佟主 只为靠近你故乡 只为靠近你故乡 谢谢您 哥伦工先生 我出来也有一段时间了 要回去赶回个岛子 谢谢您今天的时间 我祝您平安能够彼得目的地 再见 再见 也谢谢您的采访 愿胜 祝您平安 再见 兄弟们 张满芬 全速前进 我们再次代表教会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周秋节的聚会 你在这里呢我们 四王是借什么东西呢 又是你 再见 再见 如果大家还有这么多想要知道的了解 那么多中外古今的名人的这些采访的话 欢迎大家每周四晚来我们提摩泰团契 好了好了 Bad to future OK 我们大家一掌声感谢 以上大家的表演 谢谢我们这一群中外古今的名人 历史人物带给大家 精彩的表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